但譬如天齊利業,它究竟是涉獵利業是哪個範疇 以及它的行業大概是怎樣 以及今次的定價又是否值得吸引呢 Reed,你可否簡單地講解一下 如果你說,首先說業務而言 天齊利業,它是理業在什麼位置呢 其實它主要是做一個下游,即是理業產品的生產 那它就直接賣給Tesla,或者比亞迪等類似的 是的,它是這些客戶,譬如三星或者其他電池生產商 都是它的客戶 但其實它除了本身理產品的理業材料的生產之外 其實在上游的理礦財產方面都有參與 不過就不是直接自己做 而是透過投資一些行內的行業和子公司 譬如它本身來說,也持有全球最大的其中一個理礦資源在澳洲 另一方面,透過投資一個投資在南美 也持有一個叫做理老水資源 這個是一個理業的存在形態 理業的存在形態就是理礦 即礦石和理老水在這裡提煉出來 所以其實… 已經加工了? 不是,就是原料 原料來的 一個理業的存在 理業不是本身獨立存在 是 它混合在其他一些礦石或物質裡面 你要做一個加工去提煉出來 那這個就是可能是天氣來做事 剛才說的開創業就是它們透過投資 來統制這件事 所以其實它在中國來說是唯一一間 就是完全是自給自足 所謂什麼叫自給自足 就是上游的物料成本 它有100%的供應給自己生產 然後再賣給客人 那這個就是它的上中游的流程 那你說的定價方面 其實大家都知道 這隻天氣其實是A股上市公司 那這次是AH股同事 就是再上市 跟共鋒業也一樣 都是A股公司 但是如果看回定價 如果你看回過去一年 這隻天氣A股的變相當突出 2011年全年升1.7倍 那去到今年 說到2022年 其實都在升兩成半流上 剛剛近期都在創新高 所以似乎反映到市場 是相當的挺好的 那這隻是這間公司 H股的定價 說到現在8最高 上限價82 似乎昨天消息都說 似乎管理層是傾向在上下限價 這個範圍的定價 但是即使用上限價82來看 再計算和A股的折養 都有五成多流上 即是五折 買回H股 所以其實定價很吸引 當然再計算一些 譬如說一些PE 定價 其實對A股 不要說A股 一向都是一個比定價高的市場 這間也有雙位數 就算和共鋒利業的H股 都是有一個折養 所以其實這次的定價 是比較 都算是挺吸引 好了 你說是不是前景如何 其實如果你看回 從理業來說 其實最主要的客戶 剛才提到的 最主要產品是用於 新能源汽車的電池方面 而這方面 大家都知道 今年在中國裡面 汽車市場開始復甦 最標籤的當然是新能源汽車 這也是國家相當支持的一個行業 汽車客行計劃 你買新能源汽車 我補貼給你 其實市場可能會比較看好新能汽車的發展 所以其實需求來上 是有一個比較穩定的增長 當然大股因素也有的 始終以全球來說 以全球角度來說 譬如電子產品 譬如我們近期看到的一些消息 譬如晶片庫分的價格 甚至我們最常見的手機 或者個人電腦 其實這些都是一個需求比較疲弱的 所以你說有利益的 但是如果你用天氣 你的產品產出的結構來說 其實最主要的關聯因素 都是新能源汽車的電池方面 所以這方面來說 我想對它今年營業的情況 營運情況應該都比較樂觀一點 當然還要割一隻這麼大型的 其實百多億集資產 已經算是今年最大的 也很有可能是上市沒多久 會晉身這個港股通的成果 當然是股 可能這個也會令到一些 內地的股民有興趣 所以從事來說 也有一個支持因素 所以其實也可以考慮一下 是 或者又這麼說 因為近日也有不少半新股 也有一些很驚人的跌幅 抽新股大家的風險 就是資金要被鎖定 就是超過一個星期 大市又比較波動 你會建議大家 現在入票抽 還是等它上市 看定點才賣呢 我這個問題真的很難回答 不過我覺得 其實可以先抽一抽 其實因為這些股份 都是在近這半年來說 其中是逐漠的新股 始終行業有概念 公司有掃膠 不是那些 認定自己是給到你 或者真而創的 政策受為股 而且今年來說 是最大的一種集資金額來說 我想那些保持人的戶盤 都應該會做好一條數 所以我也建議可以嘗試去研究 剩下半週 都可以研究的 沒辦法 風險又不是很大 可能是小鑽移情去試試 上市掛牌 當天見情況 可能是頭一兩天 有個勢在這裡 但現在剛才看到 新股永遠投一個月 就非常波動 所以其實可能吃一點 就放回一些 正如剛才所說 最近的市況 真的很難看股份 是長升 不用看的